我先把口罩脫下來 主席 還有這場 蘇院長 各位團隊 大家 午安 大家好 主席 各位請蘇院長 蘇院長 請 蘇院長 您好 蘇院長 台北官 蘇院長 我看到您最近發生這個問題 新冠病毒的問題 很多的各部會都動起來 其實我覺得您身體要保重 每個閣員都一樣 比如說我們在密閉空間開會 有人戴口罩 有人沒戴口罩 其實我覺得現在不是說要成英雄的時候 我剛剛看了所有的閣員 其實都是都非常重要的 金管會也好 財政部也好 央行也好 通通沒有人戴口罩 我們看到國外現在歐洲 一個國家的總理也確診了 還有很多國家的部長都確診了 一不小心確診了以後 事實上影響相當的大 院長 我們各位委員 需不需要戴口罩 需不需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安全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關心 這個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疫情一開始 就對於要不要戴口罩 什麼情況上戴口罩 都由專家來做指導 並且也向國人同胞一再宣布 也請大家參考 所以我們的閣員也都依這樣辦理 怎麼大家都沒戴 是沒有口罩還是規定都不戴 沒有規定戴或者不戴 而是都自主健康自己最知道 怎麼樣的情況該不該戴 閣員都非常清楚 多一分小心 多一分安全 寧可多戴 現在這段時間大家辛苦一點 我知道戴口罩也很辛苦 悶在那邊很難過 但是我們看到德國 包括英國 包括很多的國家 對於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事件 可以說用很嚴肅的態度 德國總理梅克爾他講 這次二世世界大戰以來 最嚴峻的一個戰爭 最大的挑戰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所有的國內上下 大家都動起來 好好面對這個事情 辛苦一下 也許14天 也許20天 甚至有機會的話 也請院長 是不是可以跟全世界 大家共同一個時間 全世界都封城 全世界都關閉所有的這個 境外的這個管制都關好 那同一個時間 全世界辛苦個三個禮拜 也許疫情就慢慢可以淡化掉 就過去了 不然看到現在很多的醫學報告 我們心裡是忐忑不安啊 有的是說到9月底 有的說到明年啊 院長 究竟還有多久的時間 可以看到 新冠病毒的落幕 根據我們專家會議 他們對於整個的判斷 專業的判斷 我們認為 不是所有封起來 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就如剛才有委員指教說 學校要不要全部停課 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看到 台灣真的是超前部署 步步為淫 至於什麼時候疫情會過去 我們專家評估整個情況 現在還不敢說 因為疫情還在發展中 但我們是已經成功的 防堵了第一波 現在我們在圍堵 並且減災很嚴謹的作業中 希望國人同胞 大家也都配合做好 各方面的工作 我們很希望 因為現在是從歐洲美國 回來的這一波 這一波 大概前後這十幾天 如果能夠安然度過 那又是第二波 我們很希望 能夠把每一波都能夠應對得好 讓台灣安然的度過 對 這個新冠病毒 不分藍綠 也不分你我 我們全民上下一定要團結起來 共同努力來對抗這次的危機 那我想這個認識 我們是最基本都有的 那所以在這裡 本席要對第一線的工作同仁 特別是醫療啊 醫護人員等等 甚至現在大賣場在搶貨 要忙著要搬貨上架 等等這些第一線的人員 外地外售的人員 在這裡至上最高的謝意 特別是我們的衛福部長 陳部長也在吧 陳部長在不在 那下午因為要主持相關疫情的會議 沒關係 對對對 所以有向貴宴請假 黃毅第一 這個我也是支持 那我在這裡也是表示 這個感謝的意思 希望大家面對這一次的困難 大家共同努力度過 剛剛院長有講到 學校停課等等的相關問題 一例就一個班級停班 兩例就是全校都停課 是不是 那可是院長 這個學校有大有小了 有大一點的學校 他可能學生是五千人 小一點的學校只有兩百人三百人 那這樣的一個原則 是不是一體適用 還是會有差別的待遇 陳部長 陳部長 跟委員報告 我想教育部跟指揮中心 經過專家會議定了這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 數字上剛才委員所說的 一人就那個班級就停課 如果有兩人 這個會全校停課 但是特別考量到 實際上用疫情發展跟疫調結果 再給專家來幫忙做一個審酌 就剛才委員說的 這種彈性也是專家會議認為 最能夠符合實際 因為有一體適用就對了 是是 我也跟委員報告一個現象 謝謝 那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 因為有很多的大型活動 陸陸續續 時節的問題 清明掃墓就快到了 院長 是不是可以請你最嚴肅的一個心情 可以來做一個宣布 是不是清明掃墓 可以延期 或者是改期 或者是網路上 大家來表達這個 盛中追遠的一個心思孝道就好 先一個問題啊 那一天就是清明節 大家都要去掃墓 那現在子孫有了 子孫滿堂 ABC去掃墓 另外你不去 他說這不孝兒 那事實上不是不孝 事實上是大家如果一體來 共體時間 那完結掃墓也沒關係啊 我相信我們的祖先啊 如果知道疫情那麼困難 他也說不用不用不用 顧健康比較重要了嘛 子孫才可以世代繁衍啊 是不是院長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清明掃墓啊 宣布啊 那我們全部延期 不要造成大家 軸離之間啊 或者親戚之間的一個困擾 有沒有考慮這樣的一個方法 請部長 我跟委員報告啦 事實上現在清明掃墓 我們是用分流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客家鄉親 過完年就在掃墓啦 甚至過年的時候 那個期間他們都在掃墓 所以我知道很多客家鄉親 也完成了掃墓 現在問題 比較重大的是 大家一起記住了 那個才比較問題 時常就是那個時間 現在他們都取消了 他們現在都取消 幾乎只要大型 所以部長是贊成就是盡量取消 是不是 如果掃墓 我跟委員報告啦 掃墓我們是都要去 所以我們掃墓的部分 每一家台比較不一樣 所以大家分流啦 分流 然後呢 這個就可以完成 至於說大型共同記住 那個可以取消沒關係 在家裡拜也可以啊 對啦 我是覺得齁 你帶頭講一下齁 讓大家不要有那麼多的困擾 反正困擾真的很大 有這一記住來 有的是幾百人上千人 上萬人都有啊 將近兩萬個人 有那麼多啊 喔有喔 那個夜市的兩萬多個人 對 這個都是群聚嘛 他們取消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個時刻是群聚 能不能少一點 或者是盡量表 好不好 院長還好嗎 我 看你好像 稍微掃一下 這樣 沒中啊 沒中啊 所以剛剛講的 群聚的這個齁 集會盡量減少一點 是是是 委員講的沒中 那既然政府是這樣的一個態度齁 接下來就是有 這個 上市上規公司 股東會大概齁 有 這些公司齁 1715家 上市上規公司啊 是不是這個部分齁 有沒有什麼調整 調整的做法 往後延 或者是說 用線上就可以啦 還是有什麼樣的方式 不要讓每年的股東會 有的為了要領那個紀念品齁 一排齁 排得比排口罩的人還多 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的防疫指引 五六月是高 股東會的那個高峰期嘛 對 現在開始要通知了 已經訂出那個股東會的指引 根據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他們對於這些集會的指引 我們訂出相關股東會開會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首先還是要鼓勵 大家盡量利用電子投票啦 如果你有電子投票就有出席了 那也有對議案表達意見了 那就不用親自到現場嘛 那這樣子就現場就不會拒絕太多了 那另外跟委員報告我們有統計過啦 大概會超過兩百個人以上的這個股東會 大概不會到十家左右啦 其他大概絕大部分都在兩百人以下 那所以在一定要開這種實體的股東會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有一個指引出來 比如說啦要量體溫啦 那如果體溫超過了 原則上就勸導他不要再來開會 那他如果執意要來開會 那因為他有股東權利要行使嘛 所以就把這個表決權票 跟這個議案的這些票交給其他的人 幫他來去代行使這樣 盡量宣導一下啦 那我看到這兩天 昨天的全世界股災 可以說是跌跌不休啊 那經過金管會 以及國安基金啊 好像也都進場了 所以今天股市啊 大逆轉 馬上就翻紅 那請問一下主委 還有那個蘇部長也上來了 這國安基金是不是已經進場了 跟委員報告 國安基金昨天是經過委員會授權 那我現在也不能講說有沒有進場 來無影去無蹤 不過這個階段已經推出了國安基金啊 卡在那個地方 其實也是讓國人更有信心啊 畢竟整個崩掉了也不好 所以我希望說 兩位重要的財經首長 其實還有央行也很重要 因為央行有調降了 一馬 小氣啦 小氣的這個做法 但是也許後面還會再調 也說不一定啦 那我們希望說 這個政府的這個金融 整個經濟市場 可以挺得住 那請問一下主委 那究竟挺得住 挺不住 如果外面的疫情啊 外國的疫情 持續不斷的擴大 那國安基金是不是相對來說 現在出手會不會又太早 或者是現在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公委報告 我想 第一個 昨天央行除了降一馬之外 重要的就是他有提出 兩千億的有關這個 超好企業的融通的方案 這個我想也是對於我們這個 資金的一個 流動性的一個提出 有很大的幫忙 那我想另外股市 因為今天其他亞股啊 除了日本修飾以外 其他也都是呈現上漲 那美國 美國受到激勵的 看起來就是說 從現貨跟期貨的市場來看 都有呈現一個 大家都不會太悲觀的一個氣氛啦 那昨天我想 呃我們 會提出這樣子的一些方案 主要就是因為昨天的台股 呈現的比較 瀰漫的一種比較 呃悲觀的一個情緒 跟一些 投資人信心顯然不足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這個時刻 我們陸陸續續 推出了很多的措施啦 振興股市的措施啦 是不是代表政府的看法也是 底部大概就是在八千點 我們 因為八千點之前 九千多開始部署嘛 超前 這個做防備的工作 從金管會立場 主要是看說整個 呃股市有沒有呈現一些非理性的 呃一個下跌的狀況來做考量 而不是以單純的點數做考量 好的 我們最怕的就是說 流動性的問題 股市的基本面還是不錯的 那我請教一下 如果 未來的疫情在持續的擴大 我們的證券交易所 會不會關閉 有沒有可能走到這樣最後的一步 沒有 國外都有這樣做囉 委員講的是指說 菲律賓啊 那絕對沒有在我們考量的範圍之內 沒有考量喔 它那個是交易市場的關閉啊 那最近美國的紐約交易所是因為有人確診染疫啊 它因此改成電子的這種 呃 就是說 呃 買股票用電子的方式嘛 電子下單的方式 那 呃 我們這邊的話 本來也有提供電子下單的方式 那 我們的證交所現在已經實施了異地辦公 就現在已經實施三地的異地辦公 將人員分散成 是齁 我看齁 至少 現階段還挺住了 我希望說各部會大家都挺得住齁 齁 那 那 如果 未來還有 情況繼續惡化的話 我相信還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喔 齁 譬如說 包括 證交稅 再 打折 證交稅 或是 停徵 齁 少少的這個收 等等的這些 齁 可以使用的一些籌碼齁 也請主委 稍微再想一下 最差的情況 還可以怎麼做 齁 譬如說現在稅 現在這個 各行各業企業 可以說是叫苦連天 齁 那 現在 又到了繳稅的季節 稅繳不出來的話 是不是可以延期 或者不要繳 各位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最近這兩天已經公告 就是 稅可以延期或分期繳 那只要有 可以延期多久 最長到一年 可以延期一年 分期都要分三年 三十六期 謝謝 我希望說 真正有這個方向齁 不要其他的同仁 還是搞幾歲的小動作 沒有 應該不會 不會 那另外一個 就是中小企業 現在 事實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現在我們看到 跳票 或者是 跑三點半的 缺錢的越來越多 請問 主委 最近跳票的情況 還有 違約交割的情形 有沒有出現 呃 現在沒有明顯的看到 有所謂信用違約交割的 呃 情勢大局的提升的一個狀況 那我昨天也在 呃 財委會有已經說明了 呃 銀行公會的 臨時的理事會 在禮拜三的中午已經做成決議了 也就是避免有對所有企業抽銀根的狀況 所有的這個 呃 既有的貸款呢 都可以要求展現到明年的年底 他們會不會做表面功夫啊 因為你在 所有的這個銀行的從業人員都說好好好 可是真正的中小企業如果 遇到問題的時候 紓困的這個 這個有沒有一個 專職的電話一個窗口 有 各個銀行都要設置一個窗口 然後提供這個電話 在我們銀行局的防疫專區上面 所以可以找得到人 一定要那一通電話 一定要在各銀行 每一個銀行都要設置一個 好 要打得通啊 我希望說大家共渡難關 因為當初 在 馬政府的時候 也安然的度過 大家也是評價還有還不錯啦 就是政府挺銀行 銀行挺企業 企業支持員工嘛 我們希望這個三挺政策 好的政策 是不是也請蘇院長繼續執行下去 或者不懂 或者可以 也可以請教馬總統啊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銀行 要挺產業 也是在提高 他本身的資產品質啦 那也跟委員 特別報告一下 因為我看到最近 有在講馬總統 當時的三挺 那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當時銀行的體質 跟現在的銀行體質 有很大的不同 銀行體質現在比當年 健全非常多 尤其在預放比的部分 現在已經到0.2% 比當時的預放來看 現在已經縮減了 縮減非常非常大 所以現在銀行的體質 相對是健全 我們有信心可以挺得過這一關 謝謝大家一起努力 跟委員報告 是工股航庫這一部分 我們是全力配合 這個政策上面的紓困 那每一個銀行都有一個專線 在這個 那有問題再去找部長幫忙 我希望大家共渡難關 現在真的是很辛苦 百業蕭條 我們看到的是像 航空業 看到的是觀光業 飯店 路邊攤 餐飲業 各式很多很多行業 大家是非常的痛苦 希望說政府 在這個時刻 可以開艙來震災來救命 那我們看到全世界 美國啊 他一出手 每個人就是一千塊美金 香港 看到全世界各地 英國日本 很大方啊 就是趕快 把這些錢啊 給需要的人民啊 但是我們看到 這一次的這個情況啊 從 從一開始 發生 這個新冠 病毒的問題到現在 也都是寒海而已啊 我到現在沒有 遇到一個民眾跟我講說 他要領到錢的啊 還有什麼振興券啊 也沒有領到啊 請問這個 真的會做嗎 什麼事會做 可不可以大方一點 不要說幾百塊 是不是可以比照美國 美國是一個人給三萬塊嘛 我們不要那麼多 本習正式要求啊 中華民國很有錢啊 可不可以給 這老百姓 真正需要的人啊 有錢的就不要了 真正需要的人 一個人給他起碼一萬塊嘛 好不好 我們 所有的 國見國照 或者是買國外的武器 一次都是好幾千億啊 錢一花就八千多億 風力發電 一次就是兩兆 拜託能不能給老百姓 給所有需要的民眾 多一點點的幫忙 一個人就發一萬塊好不好 這個委員 上次馬政府的時代 一次舉債八百多億 然後每個人花三千六 包括王永慶也三千六 他弟弟也三千六 那個效果有限 大家領得很開心啊 政府做這種事 是最簡單的 就是舉債 大量舉債 花錢各個有分 都不用花頭腦 我覺得通通有 但效果有限 那美國為什麼要發 我們現在 蔡政府 從一開始 蔡總統就領導了 國安團隊 開國安會議 然後我們用盡各種方法 要讓各行各業 要受困的人 雨露青山 而且我們想盡辦法 用誘導性的消費 讓它產生效果更大 我們希望能夠做得比以前好 是 院長當然要好啊 不好的話就被淘汰掉了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沒有一萬 起碼一個人發八千嘛 我們剛才講的 就這個不是數目的問題 而是態度的問題 是 速度也好 態度也好 態度是誠懇是積極的嘛 最重要是錢趕快讓人家拿得到 你看譬如說我們講說要紓困啊 要振興券啊 到現在沒有人給我拿到啊 所以你看現在計程車的這個底用件 我們補貼它油品 這個就開始做了 我希望速度能快一點啊 那剛剛講的那個說一個人 一萬或八千你決定沒關係 我都支持啊 當然越多越好 因為 中華民國是很有錢的 這四年來 稅收超真的六千多億 講難聽一點 5G一標 我們就收了一千三百多億啊 其實 如果院長缺錢的話 你來找我 或是你這個責城 蘇部長 我咬幾包給你啦 中華民國很有錢的 不會倒的 那 我知道錢藏在哪裡 隨便講一個好了 空軍總部那塊地 到現在那個一千多億 就擺在那邊都沒有用 那個很可惜啊 日後有空我再跟院長說 另外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這個 群聚的活動 是不是要盡量減少 院長 對 有關 各種活動該怎麼樣子 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經由專家會議 定有各種指引跟規範 這些指引跟規範 就是希望讓防疫能夠成功 而這些規範面對不同的情況 有各種不同的指引跟設計 這個可以讓各主管機關 部會 地方政府 作為參考 跟執行的依據 院長 其實政治選舉 都是一時的 政治的理想 跟你的風範 才有可能是永遠的 我們看到現在 大家疫情那麼緊張 高雄現在還在推動什麼 罷韓 韓國語 在這個時刻 如果院長你出來講兩句話說 就不罷了 顯現你在歷史上的政治高度 大家會給你稱讚 因為你罷韓要怎麼樣 還不是另外要再選一次 社會不斷的重複動員 有比較好嗎 更何況 院長以前常常講說 民主最重要就是要制衡的觀念 中央現在都民進黨了 那你地方就給國民黨繼續做 做不好 下一次民眾自然就把它換掉了 所以我良心的建議 在這個時刻 來搞什麼罷韓的活動 事實上不是民智之舉 院長請你想想看 有機會的話 以你的高度 你講一句話 群聚活動就沒了嘛 罷韓的這個行動就停止掉了嘛 有時候兩黨的互動 還是要人情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嘛 院長會不會來支持就是 罷韓就取消掉了 這樣的一個思維 這個 選舉罷門是人民的憲法權利 規定的 那這個 不以由我 來就可以不可以 進行或停止 何況這一次的罷韓 是由民間所發起 罷韓會不會成功 關鍵 就在被罷門的人 而不在意行政院長 謝謝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一個良性的建議 那如果你講的話 歷史你會留名說 這個是政治高度非常高 因為在這個時刻 做那個動作 不是說我喜歡他不喜歡他 我覺得這個時刻是不好的 這個再思考看看 不用回答 那另外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去Costco 去這些什麼便利商店 大家開始在搶東西啊 還有 院長 我們現在口罩到底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還有衛生紙之亂 我們國家台灣啊 到底缺不缺民 這些民生物資啊 足不足夠 大家真的需要去搶去囤積嗎 你如果說囤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短期的我覺得還無可厚非啦 可是有一些人實在是太超過了 那個一打開然後還秀出來那個 洗髮精可能幾時打 那個洗破皮洗到明年也洗不完 買那麼多幹嘛 是不是院長可以也講講話 告訴大家 我們口罩是夠的 衛生紙不會有衛生紙之亂 類似諸如此類啊 你們可不可以宣導一下 我看到那邊搶喔 覺得很像那個殷屍路 哇 一個接一個這樣 好像怕買不到會怎麼樣 其實有那麼的慘嗎 謝謝委員 如果委員真的去各地走走看 其實貨架上都滿滿 那之所以上次有一度有人在搶購衛生紙 後來一看原來是假信息 並且帶頭的人還是賣衛生紙的 所以後來很快就迷品 那我們也都知道 現在政府工糧 光工糧儲存就九十萬噸 而且馬上又要收割了 我們台灣糧食非常足夠 又是水果亡國 又是遺產亡國 我們非常的多 至於衛生紙 現在台灣本身產能只開到六成 如有需要再增加都毫無問題 所以很多事情 其實民眾看到政府一步一步在做 大可放心 不必 隨著這個假信息 有任何恐慌心理 部長你會說 謝謝 所以是不缺的啦 物資是不缺的 謝謝 那因為時間關係 很多事情還是必須推動 我希望說 在這一次的危機度過了以後 台灣可以迅速的轉型 比如說香港過去它有一個地位 就是理財啊 或者是紅酒交易中心啊 全世界的古董製畫 藝術品的拍賣中心 院長啊 可不可以拜託一下 既然我們遇到很多的挑戰 趕快調整一下 未來更開放 我們的所有的稅法更開放 讓台灣有機會 成為全世界華人的財富管理中心 讓台灣成為 古董製畫藝術品的拍賣中心 讓台灣成為很多物流中心 院長可不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趕快折成相關單位 動起來好不好 很多國人同胞 看這一次的疫情 特別的深深感到 世界各地在慌亂的時候 台灣原來是這麼好 這麼幸福 而且政府是真的有跟民眾 站在一起 同時也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人民水準這麼高 情操這麼好 同時也看出 我們真的政府在公衛基礎上 建構得非常好 像健保制度也是全世界都認為好 所以這一次 經由此疫情 台灣讓世界看到 台灣不只是民主開放 同時台灣在整個國力 在整個國民之間的這種水準制度 都是相當良好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 並且要在精進的地方 不過這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看遍世界 台灣其實是很溫暖 現在過了以後台灣更好 那有很多地方的建設 也拜託持續來努力